接下来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歌唱春天欢乐齐分享 3月19日下午2点半 东南卫视将携手闽中吉祥林 与您相约福州金融界万达广场 国内首当集体选秀节目 欢乐合唱团海峡赛区将绚丽发声 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好 接下来关注一下黄亦达的最新消息 一年前因为剃度出家 成为了媒体关注焦点的黄亦达 前段时间扎盟了新东家 正式还俗 那最近正在忙着自己新专辑的他 昨天也为自己首次拍摄的音乐电影 保留站台宣传 一直喜欢为电影配乐的黄亦达 如今跨足大荧幕 成为了音乐电影的男主角 这回还找来了公司同门唐嫣 一起出演这部音乐电影 对于首次触电 黄亦达直呼压力很大 紧张到还好压力比比较大一点 因为毕竟第一次演戏嘛 然后遇到唐嫣 然后唐嫣演得特别好 然后我就稍微的会紧张一点 除了女主角唐嫣无形中给黄亦达很大压力之外 这表演中的大量台词 让黄亦达有些吃不消 不过黄亦达本人倒是对自己电影处女做的票房相当自信 不用问啊 肯定好 因为我跟你讲 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不管你说的什么偶像剧啊 什么都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又是唱而优则演 记者小强 北京报 苹 int